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觀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好 我們歡迎一位新朋友 叫Glory Hill 我有個鐵粉Kristy A.Y 也很聰明 有新朋友進來 我們招呼他 好像有人客會跟他打個招呼 Glory Hill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們對網友很熱情 和大家打個招呼 並給掌聲一個新朋友 Glory Hill 還有這麼聰明的Kristy A.Y 大家都知道我從2月初開始跟蹤 海特和王菲失蹤的事件 他在去年的聖誕節不見了 如果你打了Smart Travel 然後有些影片在這裏 已經關於他由 上年12月25日 我已經製作了186條影片 你慢慢看 每條影片大約是十多分鐘 不夠二十分鐘 那你就可以從頭聽到尾百多部影片 你聽到當中的來龍去脈 現在這麼熱的話題當然要知道 你跟老闆 這些話題 你老闆的客人覺得你真的不同 跟你普通說其他娛樂新聞 多謝各位參與 希望你進來幫我分享留言和點讚 另外 另外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報道 他指Kate有些人野生捕獲他 那我就不單止一單的新聞 H.K.Young 歡迎你 H.K.Young 多謝你這段時間的報道 Thank you thank you 能夠為大眾的服務 是我的榮幸 希望大家進來幫我點讚 留言分享訂閱 好了 我們先說一下 因為他說 有人野生捕獲Kate 那我給你一些文章看 那個是哪裡來的呢 有兩篇的報道 一個就是太陽報 這個就是當地的太陽報的新的 Get two tickets Shown out with William at farm First public trip ends with red rumors Kate Outdoor說 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有辦法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 好讓我一齊看看 那他文中報道 凱特原來是去接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是去踢球的 那這裏有個相片 我告訴你是真還是假的 怎樣去分辨一個新聞是真還是假的 這個報道指 有關凱特王妃的消息 傳到滿天飛 Kate Sparacy 就是Comparacy 加Kate 凱特王妃的陰謀論 現在搖完滿天飛 但是現在正是有一個新的照片和動態 是不是又是假的呢 我和大家 我有理據的 根據太陽報稱 海特王妃接完自己的兒子之後 去了一間小小的超級市場 這就是小小的超級市場 根據路人甲 就說王妃的狀態都不錯 但因為擦身而過的原因 並沒有拍下關鍵的照片 根據太陽報報道 今個星期日被發現了 他和威廉王子在亞特萊德的住所附近 一間農場商店公開露面 這個報道就說他採訪 就是看到一個Kate旁觀者 但並沒有發現任何外出的照片 他自己個人沒有發佈 有一名目擊者就告訴傳媒 鑑於最近圍繞著海特 最近的缺席公眾生活 因為他缺席了 引起大家的憤怒 可能說他不交代聲 究竟你什麼時候出來 在休養 那個皇室並沒有官方這樣說 他們看到海特和她的丈夫出現 共同的場合感到震驚 他說看起來他的狀態都不錯 海特的兒子讀學校 公開了多張照片 海特王妃自從2月初的時候 前往觀看喬治王子 其實他這個也說 他2月現在已經3月 這張照片就是2月的時候 究竟這張照片 他說星期日去post 撞到他 Charlotte公主比賽的照片 也有個訊息 但是看不到Charlotte公主 但是我們發現了 這個海特王妃的精神好像幾好 我就不見得了 OK啦 但是他說 他樣子就不像受傷 現在就3月幾 以我以前去過英國這麼多次 3月左右其實真的都可以很冷 因為英國就算是夏天5、6月 他早上吹個微風下一場雨 又會變涼涼的 所以人們說住在英國一天有四季 而Charlotte公主也參加了冰球活動 在直至之前一直盛傳 Charlotte公主為了保護海特 就受了重傷的消息 就是已經指虛烏有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話 實在太好了 他也有參加一些課外活動 至於威廉和海特感情的事 就盛傳他的閨密 Rose Hanbury 就是第三者 兩個人的感情現在相當好 一起去超市 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傳媒可能有點流了 Cate Meriton 因為也有報道說 Cate Meriton is suffering from intense stress 他的朋友是這樣說的 但是甚至連海特 即威廉的情人Rose 亦都被他的律師發了聲明 說自己根本沒有介入 海特和威廉的婚姻 亦都不會去爭取英國皇后的位置 但是不得不說 現在英國皇室 這些鬧劇比電視更加離譜 居然找到海特 但又不放相片 而且梅根亦發表文章表示 自己是透過私人的方式 去聯絡不上海特 即找海特不倒 這件事可能是 海特未必有人騷擾他 明知你來拿資料去賺流量 有空去理你 肯申遁宮也沒有回應 Catsington Palace 他是皇室的發言人 但海特的私人律師 亦都聯絡不上他 但是在我的影片裡 有186條影片 就有講過一條影片 在上個星期 他聲稱是律師 律師怎麼會在普通的社交平台發言 當然要經過官方 找不到 找不到就不會說 你找不到 要是你給個原因出來 為什麼找不到 你有沒有接觸過皇室 所以那個並不是代表他的律師 沒有理由說 He believes she is dead 隨便很不負責 在網上講了這些資料 他說 新水都沒有發了三個月 你吹得就吹 這個究竟海特是否活著 真的控制不住 亦都有人表示 雖然是這樣 但感覺上海特王妃 真的空多吉少 已經有媒體得到皇室的消息 為什麼你得到皇室的消息 我們大眾得不到 現在外面那麼吵 皇室要不是就失去幾個 即是他可能官方就叫傳媒 幫我發一個消息 那就不會只是發給一個半個 他說他請他們隨時關注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今早就說 BBC已經 has reportedly been notified to watch out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yal announcement 我找回那個message 這裡 他就說 他就說 BBC has reportedly been notified to watch out for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yal announcement 即是現在BBC 廣播電台已經是報告了 將會受到通知 現在keep住 雙眼 在觀望著 就是watch out 在觀望著 一個很特別的重要消息 就是關於這個皇室的宣布的聲明 根據那個報告 BBC 他們一個的活動上的製作單位 production unit has been notified to keep an eye out of a major announcement 這個重要的公佈 由這個皇室成員 in a week of current health crisis 即是現在關於他即將已經現時的健康危機 這個crisis health crisis 那究竟是好返呢 還是還是一個觀望著 優養著 好了 我們繼續看 不用怎樣想都知道 一定是跟這個凱特有關的 就是皇室通知BBC BBC叫做全英國 就是等於政府如果有些東西想去公佈 要是政府自己本身有廣播電台 譬如香港電台 官台 這樣 一不就是給了一些大的媒體 譬如說01 報章01 星島 東方 另外就有無線電視 新聞部 官方是這樣的 英國來說最大的廣播電台 全媒體應該是BBC的 現在他有這個皇室這樣告訴他 當然 我們就在觀望態度 如果你想知道最新有關凱特王妃的知識 資料 你就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我已經做了 由他 2月初知道他不見了之後 我就做了185條影片 全部是關於這個時期 他失蹤的時期 你按了平均一條片大約是十幾分鐘 這樣就很短 你可以去廁所 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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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其他國家的權威機構 例如俄羅斯 早這一兩天 也是外於情面的關係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公佈的 他們好像知道些什麼 俄羅斯的發言人 他更加覺得海特是否有什麼差池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 阿扎哈羅威的 他也建議 不如叫特工去找海特 今個星期六就把人找出來了 也意味深長這樣說 俄羅斯之前的叛徒 是施克里帕爾的 一間最終在某個地方被找到 當時就在海特的旁邊 馬迪 比如說這個發言人 他串狗 亦都 算荷蘭的國王 恥笑英國王室 說他修圖 那些想罵成國際笑話之外 現在俄羅斯又恥笑他 不如叫特工幫你找 你自己找不到 畢竟 這些不要說出來 他肯定 不對外公佈 或者知道 會不會這麼八卦 這個發言人打馬去白金漢宮 拜託找國王 或者卡米拉 我和他有小交情 一起喝個咖啡 對不起 英國應該喝茶的 好了 除此之外 英國的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當時發了些什麼 用漫畫去串狗 英國王室 尤其是威廉王子 其實海達並非是病的 或者死了 或者精神崩潰 究竟是不是 一個病 都不至於遮遮掩掩 是一個陽光明媚 端莊得體的人 將它倒成這樣 亦都不像一般人做出來的 當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 其實亦都沒有什麼隱瞞 另外我們亦都看到 Independent News 好 另一個媒體 看看先 另一個媒體 這個 Independent News International News 它說 Royal Family Cruise British Media For Major Announcement At Any Moment BBC Has Reportedly Be Notified To Watch Out For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yal Announcement 這個就在16號的時候發出來的 英國皇室現在有一個迷 對於這個英國的媒體 隨時 At Any Moment 隨時 就會公佈一些關於英國皇室的聲明 OK 好嗎 就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原因 無非就是海特 他的老公威廉 但是令到人最疑惑的 就是最新的互動之中 威廉舉起雙手 非常雀躍的 那究竟是演戲 還是真的這麼開心呢 你有沒有聽過 升官發達死老婆 我不可以肯定 他這種興奮的狀態 是Kate有沒有事 他這麼興奮 其實是早一兩天 應該是前天的時間 也不知道他老婆是重病 還是他老爸 生癌 這個關鍵時刻笑到這樣 那他拼什麼呢 就可能說 好耶 我就來做國王 這樣就死定了 哈哈哈哈 非常之興奮 被人拍下來 家裏發生這麼多事 原來是做定粒綠的 可能也是因為威廉的一種掩飾 你知道其實 美國是有的 但英國更加成 留意了英國有一些身體原專家 那你覺得他的笑容 真的非常之開心 不知道威廉有沒有後悔 當時一衝動 就令到他的老婆 送上這個輿論的風口浪尖 又或者他小時候 跟自己一樣 經歷不是那麼開心 那些人就怨恨他 說他 為什麼你這麼尷尬的狀態 都可以笑到這樣 當自己什麼都不關你的事 曾幾何時他媽媽 這個戴安娜王妃 現在有身邊的女人 哇這個是不是 腳頭不好啊 李威廉 除了這個報道之外 我也找到另一宗消息 就說他現在鋪天蓋地 除了 ok 另一宗新聞 又說他這幾天 就是謠言滿天飛 說他兩篇關於凱特的新聞 一系列的報道 終於華麗轉身 為什麼呢 原來在24小時之內 最新的報道 英國王妃Kate Middleton 在福報手術傳聞和P圖的照片 被質疑之後 剛巧在過去星期六 首次公開在公眾場合出現 這一刻 並沒有被鏡頭捕捉到 Entertainment 他說 RELAX KATE REPORTEDLY SPORT IN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好 那我就給你看看 然後他就說 哇 那麼輕鬆的 凱特王妃 他被人報告他 被人看到他在公眾地方 第一次在這個手術之後 K Middleton 這位王妃就是這樣 跟威廉王子 一起去了他最喜歡溫沙的一個農莊 那裡的 也都好像很開心 那樣 還有很放鬆 還有很健康 作為一個溫沙的王妃 Tak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return to official engagement after abdominal surgery 那他就說 他現在很輕鬆 第一步 邁向回去 公職 official engagement 就是他要參與一些公職 在他腹部的手術之後 OK 好了 這個也是太陽報 但是呢 剛才也是太陽報 現在也是太陽報 那這個 你能不能夠單憑這個背面 這個怎麼會像Kate 這個不是Kate 來的 這個雖然是江頭 但是看他的身形 好像一個伯伯一樣 哈哈哈哈 威廉王子41歲 怎麼能夠覺得這個背影 是男人 高高大大就說 像威廉王子 有一點兒那個 然後他就說這個 我心想這個 會不會是那些 哈哈哈哈 廣告來的 溫沙farm shop 他不知道是不是 現在英國皇室 會比較莫財 他會不會都是這個 農莊的商店裏 放了些廣告去皇室 幫補一下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明明剛才那個 又不是這些照片 現在是安插了這些照片 擺明這個是廣告 是不是 又不見我 就是有我YoutubeSmart Travel粉 那我就說 不要拍他幫他賣廣告 哈哈哈哈 那目擊的人士怎麼說呢 他就說 我現在呢 你不要想著我真的 跟你說 他們說是見到就見到 我現在要帶大家 怎麼去分辨那些新聞 是真還是假的 你要 怎麼說 你要 跟我一起 我和你一起 去分析這些新聞 究竟是真還是假 No matter 無論是來自英國的報章 因為英國的報章有很多假新聞 你不要以為只是香港內地才有假新聞 英國過之言無不及 因為狗仔對於Papa Barsi 其實是由歐洲帶來香港的 所以他們已經是這些假新聞的始祖來的 我跟你說 所以 你現在看看 他就 那單新聞 那段英文是這麼說的 說他看起來就很開心 目擊者就說 星期六的時候 在這個溫沙 就是亞德萊德的別墅 即他們住地方 Adelaide Cottage附近 就是一個商店 看起來 快樂輕鬆和健康 根據這個《太陽報》 據了解 海特和威廉王子 也隨口花了一個上袖 去看看小孩子 喬治 和Charlotte公主 還有路易王子 參加體育比賽 這些相片 其實那件衣服 你說是不是現在的呢 你看到這個樣子 很難去分辨是不是現在的 他們就post了這些相片出來 另外過去幾個星期以來 英國王妃的行蹤一直 成為了一些人談論和揣測的焦點 在一次P圖的嘗試失敗之後 導致全世界拿著這幾張收錄的相片 覺得什麼流料 以及這位二年四十二歲 生了三個嬰兒的母親 非常尷尬地去道歉 我曾經說過 我認為那些相片 不是凱特去post 也不是他出來去道歉 不用說 你自己看我的影片 我的分析 他的行蹤 比很多人多方面去分析和揣測 現在說回溫沙的農場商店 有一位目擊者 告訴太陽報 看到威爾斯王妃 再次健康地出現 在公眾前面 並且感到非常興奮 就post了哪張相片 我給你看看 這張相片 哪個是Kate 你不要告訴我 這個是Kate 然後這幾個 這幾個阿伯更加不像威廉王子 然後我們再看看 看圖 有圖有真相 但這些相片之中有沒有Kate 身形 這兩個都不像黑頭髮 然後那些頭髮 身形也不像 這個離譜 沒有頭髮就是威廉王子 這個就是地中海 然後這個穿紅色衣服 沒有一個是他 威廉和海特 他們說謠言四喜 簡直莫定口哀 海特和威廉一起去shopping 看起來非常開心 氣息也很好 但為何沒有照片 這些相片不能夠說他的氣息 另外這張相片一早已經存在 不能夠用這張相片來說他 即是跟那些小孩子 很健康地去shopping 這張相片 根據我找了差不多接近一個月 這張相片一早就有了 並不是去shopping 根據報導有關 海特的健康瘋狂的喘測和流言蜚語 對於對皇室的夫婦簡直是傷心欲絕 而在昨晚也在媒體上說 英國皇室隨時發布了重要的消息 引起無數全球的觀眾關注 現在這個新聞暫時是這麼多 那我就用什麼方法去看呢 當然是看這個官方的網頁 我看他們的官方網頁 這個就是最新的Kate Middleton 她自己的官方網頁 For obvious reason, the principal of Wales wasn't able to attend the annual parade So here are some pictures from the last year 這個是官方的 皇室官方的社交媒體 我特意上了她 跟著她說 今年她就很顯然是不能夠去了一年一度的閱兵儀式 現在放上一年的給你看 上年她的閱兵儀式穿這些衣服 你就見到了 還有幾張相片 所以跟大家說了 我認為這個相片 無論說她在超市看到她 跟著她兒子 她說二月她兒子去踢球 跟著她兒子每天都踢球 現在未知她兒子的安危 但應該都是照正常的小孩的活動 Anyway 但這張相片中間 穿綠色衣服那張相片 他們又說 新的太陽報就說 剛才我給過這些相片給你看 我找回一些疏性的 你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話 你未必找到這些疏性 我就是沉根究底的精神 找回即時的 告訴你 即時是即時的 OK 那即時呢 就找回官方的網頁 還有外面呢 他們即時的新聞又說 最近被人野生捕獲了她 但是我再去回官方呢 她說今年是不能夠參加這個六月的閱兵儀式 現在放著去年的相片給你看 即是只會有這些新聞是假的 好嗎 OK 如果她真的 怎樣說 她是ready的話 不可能就這樣告訴你 她六月又不行了 野生捕獲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覺 不過暫時我不相信那批相 剛才也給你看了 她說她在那個農莊那裏 在農莊那裏 你能不能夠憑這張相片 說她去附近那個農莊那裏 一個都沒有Cate 對嗎 一個都沒有Cate 那這張相片就一早 一早有的了 不是最近的相片 這個 這個不是最近的相片 然後這個農場 如果是真的見到她的 大大方方便拍張相片 完全都不是她 這些 另外 這張相片是見的了 這張相片的威廉王子 因為我看回當地的新聞 我是一直看著當地的新聞 即時去翻譯 應該大約是前日到 威廉王子就在這個青年中心那裏參加聚會 而且當時她那天的頭條就說她的太太 我的妻子是RT1 即是說我太太才是認識藝術那個 因為Cate在大學的時候是修讀藝術的 修讀藝術歷史的 好不好 幫不幫到你們 希望大家幫我 如果你還想看其他的話 大家可以訂閱 這裏訂閱 因為我不可以按我自己的兒子 你自己找 播放清單 接著你就可以見到 我做了186條 因為我邁向200條 直到K出現為止 所以如果你想第一手的資料 也是當地的 但當地也有分真假的新聞 你想知道的話 最新消息 請你訂閱 分享 留言 點讚 還有按鈴鐺 那是大家手的資料 好 我們在這裏和大家說再見 多謝你們的參與 誰來的 OK Ocean Chan 謝謝 OK 那晚一點再聊 拜拜 crocodile 雷